每个人都会觉得天哪又是这首歌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直在播放 而我会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个错误的坏人 只能说他们不会很快的就喜欢上我的歌 因为即使是在现在 在六年之后 他还是会经常的被播放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罗马尼亚艺术家Sonia 是一位多西艺人 是歌手 也是演员 从参加电视秀开始 代表性的电视秀节目有邻居们 在来到罗马尼亚之后开始以唱歌为主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Sonia吧 我相信我的天赋就在这个领域 我经常会在家里唱歌 跳舞 我喜欢跳舞 我练过体操 但是不适合我 我很感兴趣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芭蕾 喜欢音乐 所以最开始我去了音乐学院 但是当时我的年纪太小了 对于开始学音乐来说 他们建议可以先学习跳舞 所以这样我还可以自己发展一下音乐方面 我毫无疑问地选择了芭蕾 因为我很喜欢看芭蕾 我从五岁开始学习 上音乐学院的时候差不多是八岁 我记得差不多上了两到三年的时间 在开始学习音乐之前 学了三年的舞蹈 而这又要再一次地感谢我的哥哥 他是一个演员 我呢 想要尝试像他一样 我喜欢给自己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非常地亲近 这样也可以让我在表演方面做得更好 这些都是我们一起做的 像是Hollis Hairs是我们一起做的 Sea Change也是我们一起做的 这非常地有趣 能和某一个人相处 像某个人学习 而我们之间相差六岁 他是我哥哥 所以这对我来说 就像是 总是有着那么一个人 在我身边可以帮助我 就我的音乐方面来说 我在欧洲有很好的机会 在罗马尼亚签约了环球唱片 我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Golden Star的比赛 所以音乐的大门可以说是向我敞开了 就像是我真正地和音乐走近了一样 我一直都知道我需要快速地做出决定 我百分之百做不了演员 做音乐是百分之百可以的 而在我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选择了音乐合同 如果说想做演员的话永远都不晚 就算你60岁想做一个演员都是可以的 取决于什么角色 但是就音乐来说 你也许不可能到60岁再开始 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商业化的流行乐坛 开创自己的音乐事业的话 所以我选择了跳芭蕾和做音乐 谁知道将来我会不会再次开始表演呢 我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不同 直到我真正地进入之后 同时我只能说的是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它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我的意思是 这就是我成功的基础 以及为什么我能够开启我的音乐视野 我在脸书上有超过100万的粉丝 在Instagram上也不错 只是他刚刚才进入罗马尼亚 我很喜欢 这很好 我在上面的点击量是最高的 所以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切开始和发生的地方 对的 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能够适应 现在我可以在俄罗斯 保加利亚 希腊 土耳其听到我的音乐 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这里 真的很美好 我很愿意回家 这可以让我认识到真正的我是谁 我属于澳大利亚 这是我的心态 这里的一切都说明我是谁 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当然这是一段美妙的海外经历 甚至是在罗马尼亚 我一直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生观点 这让我非常地感激 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经历 它教会了我很多 同时我也学到了很多 能够被接受的感觉总是很棒的 人们喜欢你所做的一切 感觉总是很特别 可以去支持你的事业 对我来说意义是很大的 当我成为2010年年度最佳歌手的时候 就是我的代表作 My Beautiful One拥有360万播放次数的那一年 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而这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梦想实现了 这首歌是由Deep Central做的曲 它们是罗马尼亚最优秀的男子组合之一 我遇见它们的时候 我的事业才刚刚的起步 我觉得和它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它们非常地有才 我们走得很近 我非常地开心 我的代表作可以 你懂的 可以和它们一起合作 多亏了它们 在My Beautiful One之前 我们一起做了两首歌曲 所以那就是幸运时间 当然实际上 在我的每首歌里 都展现了我的某个方面 在歌曲里展现的是百分之百的我 而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首歌曲 所表现的完全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非常地关注我的家人 朋友们 我写的歌都和它们有关 无论如何 我都在考虑 只写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不是现在 在将来 还会发生一些事情一定的 而就我的音乐而言 可能会讲述其他人的故事 可能是让人伤心流泪的故事 我只是有一个好的时机 可以在俱乐部里 跳舞 享受时光 忘记所有的烦恼 我正在准备和一些罗马尼亚之外的制作人一起做音乐 就是想要继续地扩大我的声音的影响力 想要努力地发展成为一个更好的艺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我没有办法说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不能去提前计划和准备一首歌曲 就需要有好的灵感 我想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慢慢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耐心 我是很有耐心的 但是有很多人都会问我 尤其是今年 我什么时候会出新歌曲 我觉得我不想过程非常的匆忙 我需要时间慢慢地来 所以直到上周我发布楼的单曲 因为就没有感觉到 没有那种感觉 我们现在谈论关于业务 还有点太早 我真的不想让业务影响到 我现在正在做的 我就只是需要集中精力 在我想做的事情上 所以说 我们接下来会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呢 一定都是我想要的 一些不同的影响 会带来不同的音乐 当然还是会回到流行乐上 流行舞蹈 pop trap 流行R&B 但是是流行乐的 所以暂时不会有舞曲了 我并不是其他人 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 无法改变我是谁 我来到罗马尼亚的时候 19岁 我能够很好的去适应 去理解 去看我想要看到的 也就是做出选择 这样的经历 给我带来了很好的能量 对我来说 是件好事情 把那些负能量的东西 都放到一边去 但是我无法改变我自己 我对生活充满希望 就像我认为男人和女人 应该是平等的 即便是作为妻子 和丈夫也是平等的 也许在欧洲 并不是这样的 而这一点 是我无法做出改变的 因为我所经历过的教育 并不是这样的 我已经不再天真了 但是我认为 我已经在这里 生活了七年的时间了 天哪 时间过得太快了 而我也已经 变得更加成熟了 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不再天真 不再那么可笑了 因为我的经历 我的年龄 我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我的事业永远是第一位 我从五岁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出生在墨尔本 但是是在Jolang长大的 距离墨尔本 大概有1.5个小时的车程 好在那里有一条高速公路 我会在一点钟离开学校 坐上车 在车上吃 换衣服 弄头发 做作业 回来的时候 如果天还亮着的 我会做同样的事情 我的生活中 总是被学习有关的事情 安排得很满 我没有周末 也没有朋友 因为我从来不能出去 去公园玩 因为周一到周六 我要上芭蕾舞学校 星期天 我要做家庭作业 我要努力地赶上 其他人的进度 要为考试做准备 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上常规的学校 我虽然也很想上 但是我需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两种制度都很好 而我的意思是 我完成了常规学校的课程 我没有参加英联邦运动会 只是进行了表演 因为我要学习音乐 我对做出上台表演的决定 十分的感激 它给了我很多的能量 惊人的能量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成功 是在罗马尼亚 我的歌成为了 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 专辑销量也是第一 我认为对我来说 最美好的时刻 就是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在演唱会上 向大家展示我的才华 我不能说哪一次的表现最好 因为每一次的演唱会 都是特别的美好的 因为在那里 你和粉丝们一起跳舞 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所以每一次的演唱会 对我来说都是最特别的 所以我无法选出 最好的演唱会 因为他们都是很难忘的 这就是我的答案 我们下集完 感谢观看